前年憑借台興劇下樓上車續贏得事後 以及奪得2022民選最佳女主角的江美儀 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新劇出街 有此她獲獎後遭到TVB冷落 被投行致散舞劇拍 近日美儀姐現身電視城出席記者會 被問到今年有沒有劇拍 她直言暫時沒有 不過雖然這兩年沒有拍劇 但其實TVB一直都有安排她做節目主持 所以對於網民指她被冷落 美儀姐並沒有放在心裡 她把戲表示我開心就行了 你不放自己在冷板凳上 沒有人放到你 因為我可以在外面接事做的嘛 可見就算TVB不安排拍劇 她都完全不休做 美儀姐又說 不會主動去敲監製門拗撈 總之一切就隨緣